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太上感应品 能讲上一百遍 你按百遍 你自然相信 齐心动力 不可能有物理 不可能有物心 你知道那是有报应的 讲的变数不够多 理上知道 事上还知道不到 也就是自己习气和人 外面的境远 你没有能力抗拒 高明后立 每时的诱惑 往往就堕落了 尤其在今天的社会 人不讲伦理了 不讲道德了 不相信英国了 在境远当中 不动心的 那是神远 那个决定不是凡人 这是佛菩萨才来的 他能保住身心心 凡人 决定不可能 纵然是神圣佛菩萨才来 他教化别人 一定也是 待众生苦 他要装出这个样子来 给人看 让人生起信心 他自己有一点随便了 别人就不相信 为了要建立 大众的信心 他不能不朽苦心 而且做得很逼真 跟唱戏一样 他很认真 做得唯妙唯小 让你看不出破阵 释迦牟尼佛的表演 就是如实 这个事情我们要清楚 感谢观看